当我们在规划自己的人生之路时,往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,在多少岁的时候有身价多少,能有多少的积蓄。 这个目标不仅能在每个人的规划里出现,往往还会处于列表的最顶端,放在最鲜明的位置上,这就可以看出,钱财对我们多么重要了。 这些目标不能仅仅停留在纸上,要实现这些财富目标必须付出行动,目标越大就要越辛苦,这是几千年的规律。 这三大生肖在前期的努力,不仅能让身边人震惊,当回过头看自己奋斗的痕迹时,他们自己都会被自己感动的,那些痕迹上记载着他们留下了多少汗,付出了多少脑细胞,最终这些付出没有白费,不出三天一些人就能得来相应的财富作为回报。 生肖苦肖虎人一直以来就很期待自己以后的幸福生活,他们不止一次的给自己规划过等有钱了,要去干啥干啥的,大家不要觉得这是肖虎人在妄想,当自己一本正经的规划未来之路时,加上点这样的幻想,还是不错的。 既能丰富自己的生活,还能激励自己前进,一举两得,但未来三天肖虎人这些幻想,就再也不能说是幻想了,都会转化为实际生活,他们自己就会真真实实的体验,到那时肖虎人之前所有的规划,也都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 另外的一部分就是生活给肖虎人的精细了,可能是肖虎人没规划到的地方,肖虎人就激动的接受吧。 生肖猪肖猪人只需要看一眼就能知道以后就是大富翁一个,这就是直觉。 每个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样,肖猪人给自己规划的财富很多,涉及各个方面,但大家不要担心,肖猪人一定能一一完成的。 在未来三天就有一部分肖猪人会得到这辈子的终极财富,不管你脑洞开得多大,都想象不到能迎来多少财富,这就是肖猪人的魄力,有魄力就值得拥有这些财富。 等三天之后,肖猪人坦然接受这些变化时,不会有丝毫的不适用,因为他们天生注定会拥有,所以他们也会心安理得的享有。 生肖猪猪人在平时可能不会去刻意的攒钱,手里有多少钱就花多少,典型的随时消费的类型,这样平时垮带了自己,到关键时刻就会发生大作用的。 未来三天消费人就会散发金光,被财富照耀的闪闪发光,在未来三天消费人就会遇到一个赚钱的大好时机,一到关键时刻从来不会掉链子的消费人,肯定能利用这个机会,赚到自己想赚的钱。 而且还有很多赠送的部分,反正经过了这三天的消费人以后,再也不会出现把钱花光的时候了,赚钱的速度比花钱的速度快低多,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大富豪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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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